明年我大型演唱會你會來吧 哇太好了 可以嗎 可以嗎 有我們的份嗎 可以說可以帶樂團來嗎 好耶太好了 我給他100分啊 我覺得他願意 他願意為好了啦 練舞我已經很感動 因為他那麼酷 他是rapper耶 我覺得我要他跳舞 我都覺得他會不會不答應 V姐會錯意耶 是宅男跳舞 跳起來就是有一個宅位 我努力把那個宅位甩掉 真的很難耶 而且有時候跳一跳 麥克風手就放下來 然後嘴巴還在唱 我以為我唱得很好 但大家都聽不到 對啊 其實看起來很簡單 我們還排練了挺多次的 三四次 我們有面對鏡子排練 跟背對鏡子排練 對我們怕就是我們沒有看鏡子就不會跳 而且其實還蠻多版本的耶 對 分享大家一個小訣竅 如果要當歌手排練的時候啊 你面對鏡子以為練好了對不對 但其實你面對觀眾是沒鏡子的 所以你面對鏡子之後 你要背對鏡子再練 確定都OK 然後再開記者會再練 對 所以熊仔有遇到很多困難 但我最近有在上太極拳課 我覺得有一點幫助 幫助我肢體可動關節的移動這樣 你有失眠嗎 前陣子有失眠 為了這個舞嗎 不是啦 我本身就有失眠問題 練舞練太極反而會讓失眠緩和 真的很開心 就是終於 終於可以那個表演給他們看了 但 我們現在準備了 明年一定會準備大場的給歌迷 我又開支票了嗎 對 支票大張 聽說大場的 一定是要半年前就要準備了 對 因為你有售票啊 然後你有一些等等問題 要喬 所以肯定是下半年吧 上半年應該來不及了吧 下半年 下半年 當然沒問題